本节目由中华民国画廊协会企划制作 哈喽,欢迎收听艺术深线R-Type Live Talk 我是主持人王威萱Vivi 那因为先前在介绍日本R-Tokyo的单集非常受欢迎 我们感觉到广大的听众们好像对日本的艺术市场特别感兴趣 那我们今天就策划了一个相当特别的主题 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华民国画廊协会的陈静莹理事长 Vivi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中华民国画廊协会理事长陈静莹 那另外一位来宾是首次到我们艺术深线R-Type Live Talk的李怡勋先生 他是亚洲艺术中心的总经理 同时现在也是中华民国画廊协会的理事 大家好,我是亚洲艺术中心的总经理Steven 那其实Steven对于日本市场非常的熟悉 他也在去年率领了亚洲艺术中心 参加了2023年的日本Tokyo Ganda的艺术博览会 所以今天就是特别邀请他来跟大家分享 那其实呢,我有注意到 中华民国画廊协会先前带领了一批部队 实际到日本东京跟当地的画廊 跟一些艺术产业的前辈就是做一些交流 不知道这次的考察里面 有没有观察到什么有趣的现象 不论是日本跟台湾的画廊的区别 或是他们在策略模式或是选材模式的差异 在4月份的时候 我们画廊协会有代表前往东京 去拜访了许多东京非常顶尖的画廊 还有包括审美术馆的馆长 还有几个重要的受伤家 那这次的出访里面 我们当然总监还有就是我 画廊协会理事长 还有我们的理事Steven 那还有我们的顾问Ludy 就是郑文泉先生一起出访 那这次的一个参访里面 非常的顺利也非常的愉快 因为我们台湾跟日本的关系 是非常友好的 每年有非常多的日本画廊 非常乐于来到台湾 来参加台湾的艺术博染会 从年初到年底 你常常可以看得到很多日本的画廊 参与不同的艺术会 那么我们也知道说台湾的民众 台湾的长家 都非常喜欢日本的艺术家 对于日本画廊的服务 也都相当的满意 所以我们这趟的参访 主要是致上一个感谢 同时也在去拜访一些 尚未来到台北艺朴来参展的 日本优秀的一些画廊 那么在短短一个星期之内的参访 我们也观察了很多 关于在疫情之后 整个东京艺术界的一些改变 还有包括他们有很多新的 画廊的一个趋势 那因为我们这次拜访的 几个画廊的聚落 包括一整栋的或是某一个区的 我觉得他们展现了 非常大的一个活力 相当多的展览都令我们 其实是非常的喜爱 那么也呈现了 很精致的文化面 那我想说我们也请 Steven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我们所去参访的这些 东京的画廊里面 有哪一些画廊 我们其实留下 特别深刻的一个印象 OK 谢谢理事长 这次其实我们很高兴 能够去拜访到 其实今天非常顶尖的画廊 像有一家画廊叫做 Taka Ishi Gallery 那它是能够进到 瑞士的把手把手的画廊 那是非常顶尖的 那我们这里也能够 拜访到它的owner 那另外我们也参访了 像Shugo Art 其实它非常老牌的日本画廊 还有像我们去拜访的 Tomiokoyama 就是小山灯美孚画廊 还有像米珠马 这些都是在日本来说 是非常历史悠久的画廊 那这次我们观察到 其实日本的画廊 非常非常的多 它其实整个东京 有非常多画廊 那它们大部分都是 散步在各个地方 但是最近来讲 比较有个特别的 是说在品川的天王寺 就是Terata的Art Complex 它有两栋楼 因为在市区来讲的话 日本画廊的空间 其实会相对来讲 是比较小的 但在天王寺那边 其实它的挑高 跟它的空间来讲 其实相比于市中心来讲 是宽敞很多 所以其实现在有蛮多的画廊 其实基本上在哪边有设点 那日本画廊其实蛮特别的 它其实不会在 只有单一个区设点 它通常在整个东京 因为东京非常非常大 相比台北 然后它可能有两个点 甚至在三个点 像我们也知道 最近有一个很好的美术馆 叫Artisan的美术馆 在东京车站旁边 中文来讲叫都心美术馆 它是由一个非常重要的企业家 去创立的一个美术馆 那它在它的旁边呢 最近像Tomioko Yama 他们在那边 又会再有另外一个据点 在那旁边的一个新大楼里面 所以我被发觉说 其实很有趣 是算它单一的空间不是很大 但它们在整个的东京的不同区 它们都有设为第二个 或第三个据点 那像另外一个比较聚集的地方 像是在六本木之秋 我们会看到有像背号灯 有像Sky的Bath House 像Nukaga 它们都会有在那边 就算是一个建筑物里面 然后会有好几家花廊 然后甚至像Sugo Takaisi 还有小三灯梅夫 它们也是同样在另外 不会离背号灯很远的地方 有一栋楼 它们也是会一起进驻 因为我发觉它们好像 在这么久来讲 这些owner都是好朋友 所以它们都希望说 如果我们能在一栋楼 能够去分不同的楼层 就会产生一个重效 那这跟台北市 好像是比较不同的 那李市长有什么 其他的观察 对 我特别对于说 它们一间画廊 能考虑说设不同的点 比如说同样在东京里面 有两三个点以上 我觉得特别印象很深刻 但是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 东京它的整个都心 它分布的比较广一点 那几乎你会感觉到 每个点都有它独特的 一些商业效应的 那我们这次在参观 以及拜访这些画廊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非常的欣赏 它们在对整个展览 它们的策划的那些主题 还有包括整个空间的一个布置 这个是基本上 我们已经看到 日本其实非常高层次的 这些画廊 它们的一个成果 那当然在拜访画廊的过程当中 也可以去理解说 它们对于台北的了解 以及它们对于台北的看法 除了说这些画廊 它们有非常多的 国际参展经验之外 我们对于说它们在东京 在这几年开始有兴起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艺术活动 就是它们的艺术周 就是它们的R Week Tokyo 这个活动 我们可以发现在 这个短短两年 今年应该才第三年的过程当中 它们已经有产生了 非常大的一个效应 那有相当多国外的厂家 非常乐于到东京去参加 它们的这个艺术周 那包括它们的画廊 也因为这艺术周的一个效应 带来了很大的关注 那这个艺术周的整个内容 我们也有做了蛮多的研究跟分析 那Steven可以跟我们来分享 它们的艺术周的内容 OK 东京艺术周 它的全名叫做R Week Tokyo 就是所谓的AWT 它是从2021年开始的 到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 日本非常非常重要的艺术活动 主要的原因是像今年2024年 他们邀请到现在的 Mori Museum的director 叫Mami 叫片刚真实的馆长 去策划一个在 Art Week Tokyo里面 非常重要的策展活动 叫做AWT Focus 所以它是邀请到 深美术馆的馆长 来做这个策划 那基本上它里面展出的艺术家 都是由参加这个 Art Week Tokyo的参展画廊 的艺术家来所策划的 一个大型的展览 那这次很特别的是 他们从去年开始跟 Basso去做合作 也成为是 Basso少数会有合作的 一个项目 那Basso它其实是邀请了 全世界非常多重要的厂家 到日本来参与这个活动 那2024年的 Art Week Tokyo 它其实共有40家画廊参加 然后有12家的 公司里的美术馆 公司里美术馆 如Artisan Museum 所以五都心美术馆 还有像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Tokyo National Art Center Tokyo 还有像 Shisado Gallery 自身堂的这个美术馆 它其实都有参加这个活动 很特别的是 它期间来讲 它有免费的公车 它可以停泊在 所有的展场的点 那你就可以 很自由的 上车下车 然后参观各种活动 那当然 如果是由Basso 邀请来的这种贵宾 他们还会有很特殊的 针对这些贵宾 量身打造的活动 那我觉得这个 其实是让 全世界非常重要的厂家 能够有机会 到日本 然后能够参观 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讲 推广整个日本的 当代艺术到国际 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那今年的AWI Tokyo 是在2024年 11月7号到 11月10号 对 所以就现在变成是 日本整个年度 非常重要的活动 听到这个日期 我自己都忍不住 想赶快等一下来 订一下机票跟饭店 对 因为这个 东京的艺术州 办的是非常好的 从他第一年 可能有一部分 是靠这个补助费 招待这些 海外的贵宾之后 在第二年 他们已经可以 非常稳定的 来以收费的方式 让很多国际的人士 来报名参加 这个艺术州 那当然在今年 不只是这个 艺术州的活动 他们同时还串联 到京都 这几年也是一个 非常棒的 艺术博览会 就是ACK 那么这个ACK 这艺术博览会 它虽然规模 没有非常大 但是却是非常热门 几乎我们在 这段时间 在香港 阿巴手期间 或者是 在最近台北 当代期间 大家都是在 讨论ACK 因为我们很多人 都希望说 能够有机会去参观 或者是能够来 报名申请 参展这个 这么特殊的 艺术博览会 那因为 Steven他有去参展过 东京的 TOKYO GANDAI 他也非常关注 这个ACK 那Steven你怎么看 这个ACK呢 其实ACK呢 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非常有趣的模式 那我们知道 现在其实是一个 博览会爆炸的时代 太多 太多的博览会了 其实我想很多的博览会 都是批语本命 而且再加上 博览会现在的成本 非常非常的高 在运输 在所有的保险 在我们人力要飞过去 包括展位费 其实都是不断的在增加 那我觉得ACK 他提出一个 很有趣的 有别于 展板型的博览会 跟饭店博览会 另外一个形式 他是让 日本当地的博览 去Pairing 给国际的博览 所以他在ACK 它是分成两个区块 一个叫做 Garrett Collaboration 那我先讲一下 ACK的全名是 Art Collaboration Kyoto 就是艺术合作 在京都 所以说他分成两个项目 一个叫做 Garrett Collaboration 就是说 国际的博览是 不能直接去申请的 一定要有 当地的日本博览 去邀请国际博览 然后他们会做一个 Share Boost 就是一个共同的展位 所以他们是由 他们的艺术家 跟国际博览的艺术家 去做Pairing 去做一个对接 那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那第二个呢 他的项目呢 是叫做Kyoto Meetings 就是说 你提出来的艺术家 一定本身要跟京都 这个城市的文化 是有关联的 这样的艺术家的项目 你才可以提出申请 所以他是 非常的Specific 是他非常的 聚焦 非常的Focus 他就是Share Boost 就是 共同去 做所谓的 共同企划的展位 跟京都有关系的 艺术家 那从他 这一两年来讲 到今年 他是非常非常 我们讲Overwhelming 他是太多人 想要申请了 可是大家其实知道 其实京都呢 并没有很多厂家 那为什么大家 会想要去呢 第一个 我觉得大家 其实对 京都的文化 京都的美食 京都的历史 我觉得大家都 非常有兴趣 因为它是个 非常有 历史的一个城市 它是本身 城市就非常有吸引力 第二个 我们常常开玩笑 讲说 其实去京都这个ACK的 这个博览会 其实 真正的目的 不是要去 销售东西 销东西为辅 你可能更多的是去 建你的人脉 去交朋友 然后去跟很多的 画廊做互动 所以 ACK这个博览会 很成功的 让很多的日本画廊 做成是一个host 他就是一个主人 他去host 国际的画廊 那我觉得 这个是 可以让 日本的艺术家 甚至年轻的艺术家 可以跟海外的画廊 做出一个很好的交流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个非常非常有趣的模式 那现在他的program director 是叫Yamashita Yukako 那也是 非常非常认真的 在把这个项目 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变成是 所有国际画廊 都想要去参加的项目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好像 第一个 空间场地不太够 第二个是说 日本画廊 其实你要pairing 还不太容易找到 好的日本画廊 来做pairing 是 其实我有去看一下 ACK这个博览会的照片 如果听众朋友 对这个博览会 比较陌生的话 可以去google一下 它的整个测展空间 非常特别 而且有非常多 日本在地跟本土的元素 在整个测展空间 所以它也是以 第一个是国际交流 第二个是 以可以让日本的文化 跟国际产生连结的 一个非常著名的博览会 那我再补充一下 其实日本来讲 其实真的 11月非常忙碌 因为 ACK它是在 2024年的 11月1号 到11月3号 那马上再 隔一个礼拜 就是Our Week Tokyo 就是11月7号 就是Our Week Tokyo 所以他们就讲说 哇 日本这两个活动 一下把整个全世界的 目光都关注在日本 我觉得这是个 非常聪明的一个 国际行销的方式 是的 我觉得这些 非常有创意的 构想的艺术馆会 其实给我们 蛮大的一个启发 因为现在目前 全世界有非常多的 艺术馆会 其实在这两年来 大家可能都纷纷 会有一个感受 就是 有些艺术馆会 好像已经不是 像以前 那么容易聚焦 或者说 整个销售上 能够像以前 这么的好 因为毕竟 这个艺术馆会 非常的多 那么在历经 疫情之后 也是有一些疲乏 所以在这个 东京艺术州 以及京都的 ACK 这艺术馆会 他们创办之后 所带来的效应 其实也可以做 我们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效法 那么在这个 日本全部的 这艺术馆会里面 当然他们有一个 非常老牌的 Art Tokyo 以及在去年 开始有 第一届的一个 东京现代 那么这两个 艺术馆会 其实他们 在不同的时间点 那我们台湾 其实过去 有非常多的画廊 也有参展过 那么去年的 第一届的 那个东京现代 亚洲艺术中心 他们有前往去参展 我想他应该可以 给我们 非常好的一些 分享交流 我们想听听看 Steven你的经验 OK 好 谢谢理事长 日本其实 我觉得是一个 蛮有趣的 就是说 在过去 有非常多 非常优秀的 国际大使的艺术家 就像大家耳熟能详的 曹杰弥生 那两美之 村上龙等等的 但在日本本土 很有趣的是 一直没有一个 国际的 艺术博览会 那一直 历史很有久的 Art Tokyo 它里面是有 现代艺术 有当代艺术 甚至有古董 它其实是 非常混合式的 所以在去年的时候 是由 一家机构 叫The Art Assembly 当然 里面很重要的一个 就大家耳熟能详的 叫Magnus Renfrew 它是之前巴塞尔的 Former Director 后来它就创立了 亚洲创立了 三个布兰会 到目前为止 那就是所谓的 台北当代 还有 Tokyo Gendai 有东京现代 还有Art SG 就是新加坡的 艺术布兰会 那去年的 那个Tokyo Gendai 它是第一届 它是第一届 所以当然 其实也 蛮多的人 都有去参加 包括很多的 国际画廊 然后我们也 过去了这样子 那当然 讲一下今年 今年的话是2020年 它是在 今年的7月10号 到7月7号 那今年来讲的话 它虽然叫东京现代 但其实它的 展会不是在东京 它是在Yokohama 它是在亨兵 对 所以它是在 Pacifico Yokohama 就在Yokohama的 会展中心 那我们大家知道 就说Yokohama 有点像是 林口的概念 就是说去 塞车的话 大概10、50分钟 不塞车的话 大概要30分钟 所以它其实 离东京市中心 是有一个距离的 对 所以当时也很有趣 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要住在 恒滨 还是我们要住在 东京 但是那时候就 很尴尬 是因为它很多的活动 都是办在 东京的市中心 所以我们就变是 在展会之后 我们还要 风尘仆仆的赶到 市中心 然后12点多 其实都没有地铁了 没有火车了 那我们就要再坐 taxi 再回到恒滨 其实这是有点 不是这么方便的 对 在距离上来讲 我觉得其实 很多客人开玩笑说 恒滨它不是东京 那应该要改做 是不是叫做 Yoko Hama Gantai 对 当然他就 他说因为 就日本的一些话 跟我讲说 其实恒滨它并不是东京 OK 那当我们去年去的来讲 其实 当然是有 遇到蛮大的挑战 是因为 其实整个日本来讲 它虽然日币跌了很多 但它的物价 其实非常非常贵 那Assembly这个公司里面 当然他现在 在日本的 Tokyo Gantai 非个director叫Ari 他有跟我讲说 他日本博览会的展板 所有的规定 所有的成本 是在台北当代 跟RHG里面 是最最最最高的 对 所以说他们整个成本 当然说是非常的高 即使日币 已经跌了这么多了 但其实我们 开玩笑说 我们负展为非都用美金计价 所以好像没有 比较便宜 那比较有趣的是说 日本现在的VAT 是高达10% 但新加坡是9个% 香港是0嘛 的VAT是0 那韩国 现在因为对 玉树品来讲 也是0的VAT 所以这10个%的VAT 在你每一个项目 都要加上10% 其实我觉得 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们去年 其实这个展会的成本 是非常非常的高 但是在销售方面来讲 我觉得 因为第一个它的时间点 可能在7月份 所以很多的人 是因为在Summer Vacation 所以说 可能又在横滨的关系 所以我们大部分 海外的长家 去到那边 都是住在东京 就比较少人会住在横滨 所以他们大概来 就是来了几个小时 然后他们就要赶回去东京了 所以我觉得 在一开始的第一届 的确有蛮多好的国际画廊 但是我觉得 在来的长家群 跟销售上 我觉得是一个 还蛮大的挑战 所以当然因为 在成本这么高的状况下 所以我们会觉得 今年可能 因为博覽会很多 那我们觉得 就暂时先没有参加 那我也看了 今年的参展画廊 在2024年的 TOKYO GAME的参展画廊 在Gallery Section 画廊展区的部分 是有39家 那完全没有在东京 设点参加的外国画廊 是有14家 当然现在 其实很多参展的大型话 像Pace Gallery 马上在麻布台之丘 就要开幕了 所以它 Pace Gallery 它关掉了 北京的空间之后 它后来在 首尔 然后现在在日本 都要开车新的空间 像贝昊登 贝昊登本来在 日本就有空间的 然后像 Blanc Gallery 是LA的Blanc Gallery 在东京也是有空间的 那 Enryunridge在东京 是没有空间 那这次是有参加 2024年的 TOKYO GAME 那还有德国的 像EigenArt 那还有英国的 Seddy Coast HQ 这些都是所谓 比较重要的 西方的画廊 那台湾来讲 是有 H Modern 是有持续参加 北京的部分 中国大陆来讲 北京是有 Spurs 就是马赤画廊 还有 唐人画廊 有参加 还有香港的 季风旋 这次是第一次参加 所以大概今年来讲 台湾的部分 目前来讲 就只有 H Modern 有参加 那我觉得在 日本来讲 其实我觉得 它的长家来讲 是一个 我觉得是比较 封闭的 所以说 如果你不会讲日文 你要打进去 它这个圈子 我觉得是有 一定的难度 再加上日本 必须说普遍的人的 英文来讲 不是这么容易沟通 所以你讲英文 他就会觉得比较 不太想跟我们 再继续讲下去 虽然但我们有请翻译 但是我觉得 在这个语言上的 这个隔阂 我觉得在 日本这个地区 我觉得还是蛮难 去突破的 对 那再加上 成本比较高 然后再加上 现在是Summer Vacation 那今年还是在 横滨 还在Yukohama 所以我们经过 综合的考量来讲 所以我们今天 可能会选择 暂时先不参加 我们刚听到 Steven 他跟我们分享 东京现代 他现在目前 第二届的一个 情况的时候 当然我们可以感觉到说 这个规模 还没有说 预期中这么的大 不过我们可以 观察到有非常多的 国际画廊 他们进驻东京 来设他们的 一个新的画廊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东京的整个艺术市场 其实他还是持续的 一直在蓬勃发展 我想这跟他有一个 更多外来的移民有关系 包括中国大陆的一些移民 还有像香港的移民 也是相当的多 那当然还包括 有相当多的台湾的企业 他们前往日本来自产 那这些外来移民 其实他都让 整个东京的艺术市场 它呈现的 其实是可以持续的 注入他更多的一个活力 那当然我们在整个 参访东京的 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看得到 这疫情之后 当然有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那我们因为也非常高兴 有非常多的日本画廊 他们还是持续的前往 我们台湾来参赞 那么预期在今年的 十月份的 All Taipei 以及我们的 台北Art Week 我们都能够看到更多 非常丰富的日本艺术 在台北来呈现 是呢 我其实蛮好奇 因为我以前也学日文 学了可能有四年的时间 所以我对于他们的 风土民情 跟他们的文化 有一些程度的了解 那就我印象中的日本人 其实他们的艺术市场 尤其是本土的日本画廊 它可能比较面向的是 本土性的艺术的需求 那像他们这几年 其实举办非常多 国际性的艺术博览会 我相信第一个是 他们可能想要 敞开大门走出去 那另外一个也有可能是 西方的艺术市场 逐渐的看到 日本艺术市场的藏家 好像是可以被培养 然后可以慢慢的 去做建设跟交流 那不知道两位 在我们的艺术博览会 或者是我们跟画廊 交流的过程中 有感觉到像是 在销售或是什么 会比较面向是 他们的本土市场吗 尤其像是Steven 您在我们去年的 东京电台的现场 不知道一般日本人 对于我们比较本土性 或者是非他们国内的 日本艺术家的反馈 有没有什么困难 或者是一些 沟通上的障碍 我觉得语言上 还是一个蛮大的问题 但其实日本的话 有一个很特别的 一个销售渠道 叫做Department Store Sale 就是在百货公司里面的楼上 他会有去设一个点 那其实基本上来讲 就是由百货公司 去邀请他们的VIP 但在那里面的展出的画廊 基本上是不可以 用他们的名义参加 他可能是10家 20家的画廊 在那边做一个展会 但是呢 都不可以秀出自己的名字 然后你也不可以直接的 去递名片给客人 但是呢 他们很特别的 这个Department Store Sale 就是说 他们会邀请他们 最最最顶级的VIP 例如他可能是那种 一年买几千万台币的 这样的一种客人 然后他们提供的服务是 如果买家要看的话 他们是会把这作品 和珠宝什么都送到客户的家里 去给他们看 所以说很多的这种大的 有钱人或消费者 他其实是不需要来展会的 他是很多人是把作品送到他家 那他就可以购买非常大的金额 那当然这也是在日本 很特别的一种销售模式 当然白货公司在里面 也会有蛮大的抽成 对 因为这是他的客人 那这个画廊是不能够 私下去联系这些买家的 如果你私底下去联系 你下一次的这样的展会 他就不让你参加了 所以说这其实是一个 日本蛮特殊的一个 收藏艺术品的销售方式 我觉得是蛮独特的 第二个就是说 在语言方面 我觉得当然我刚才讲 是一个挑战 那当然你带入其他的 像我们自己带的艺术家 是非日本以外的艺术家 我觉得都需要时间 去让当地的厂家 去认识跟了解 那当然我们去年来讲 我们是有带日本的艺术家去 那日本的艺术家 是有销售掉 所以说还是一样 我觉得对每个展会都一样 就是说这个地方的厂家 对你的艺术家熟不熟悉 那如果不熟悉 他需要时间去认识你的艺术家 但是呢 在晃昂的考量 就是说 因为我们去年是拿100平方米 那其实我们整个 大概total的费用 其实超过400万台币 所以说其实是一个 蛮大的一个投资 但是想要把 我们自己期下带的艺术家 持续的去推到不同的国家 那当然其实 刚刚理事长也有讲说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 等于说Main in Chinese 大陆的人 或者台湾人都在日本资产 因为其实台湾人跟大陆人 都非常喜欢日本的文化 但日比现在贬值很多人在那边买房子 所以我就开玩笑说 我第一天本来期待说 我要讲很多英文 或者是翻译 要翻译翻译一下 就我一半的时间都在讲中文 对 就是在想说 其实我觉得日本 这博然会有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 它还是有它一定的可能性 是因为很多的厂家会觉得说 我利用这个博然会 我去日本玩一下 或甚至我有房子在那边 我去住一下 我去一个holidays 他们是有一个非常轻松的心态过去 所以的确我在那边 其实遇到了非常非常多的 中港台的厂家 那他们都是因为 办在日本的关系 他们跑过去 所以日本本身就是一个 非常有吸引力的国家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也是 这个博然会的另外一个优势 但它的disadvantage就是说 它的确它的成本 是相当相当的高 那再加上我们去年来讲 因为用的 有大会指定的运输公司 叫Yamato 就是天猫 大家听 有讲说天猫是那种宅级边 那种不是 天猫在日本 是一个最贵 然后最指标性的一个运输公司 所以它收费是非常非常非常贵 那完全是超出我们的想象 日本人做的事其实很特别 也是说 他们非常的一般一点 所以我讲一个比较好玩的笑话 应该是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 因为他们其实 在税制的部分 他们就是有一个叫free pool 就免税区 但是呢 你把这个免税的作品 运到展场 但你收出 你要留在日本之后 那大部分的展会 今天就说 客人你可以直接运走 那我们就把 VAT把它付掉 但日本是不行的 日本是你一定要把 这个作品 装回去木箱 再运到free pool 然后再经过 一个到两个月的申请 然后把VAT都付掉之后 你才能够 再把它运出来 而且在 运回去free pool之前呢 我就问他说 那你就把它 放在旁边 这就是对我这两件事 我卖在日本的 那我们就 运回去free pool 我觉得没有问题 你就运啊 但是他说 不行 日本人说不行 你一定要 装回去原来的箱子 让原来的位置 然后再把原来的木箱 给盖上 我说那这样不是很笨吗 因为你到时候 再打开 你要去找这两件作品 然后他说 没有办法 这就是规定 他们就是真的就把我 那些卖在日本的作品 用原封不动的 包回去原来的位置 再把木箱 整个再盖起来 然后再运回去free pool 然后呢 我之后再付一个费用 就是我要开箱 再把那两件作品 找出来的费用 那整个结算VAT的时间 大概花了一个半月以上 那日本的客人都会觉得说 你到底在搞什么东西 怎么会这么久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日本过去 他没有国际博览会 所以其实他有一些 我觉得遇到的情况 目前都还在解决当中 这是我去年遇到的一些情况 是比较有趣跟大家分享 天啊 这个是只有在 Tokyo Ganda才会发生吗 还是普遍在日本的博览会 可能因为他们现在 算是国际化的初期 可能普遍会碰到 嗯 这我就不太知道 但是在日本 因为过去来讲 没有什么 这真的是没有一个 国际的博览会 是 所以Tokyo Ganda 是一个在东京 最主要的第一个 而且去年才是第一届 天啊 真的日本 它就是非常的特殊 虽然说我们认为 他们的展会 水准都非常的高 也非常的精细 不过因为他们 有相当多特殊的规则 因为我们有跟一些 日本艺术家合作 那么还包括说 我们有运了一些作品 到日本进去 用某些企业的定制 我们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都觉得 那都已经达到了 我们的天花板了 就是说原来 要这么惊喜 那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说 国际艺术博览会 在这个日本 他们也确实是要 非常大的一个成本 还包括他们的整个团队 还必须完全去符合 那但是我们知道 日本的这些艺术博览会 他们整个形象 包括他们的规划 其实都是相当的国际化的 当然也是非常期待 今年也可以再去参访 了解一下 他们的整个筹备的情况 我其实最期待的是 就是中华民国 化学会经过 这样多次的考察 我们可以把日本 发生一些奇迹的现象 都重现在我们的台北 二week 那其实我们今天 听到非常多有意思 然后也相信给 如果说听众您是画廊的话 也对您未来 可能想要去日本参展 有一些参考 那我今天其实最有印象的 其实还是那个 京都的那个ACK 他怎么会想到说 用Shareboost的方式 然后再跟京都 当地的艺术家合作 我觉得他其实 一部分做到了艺术的推广 另外一部分 又做到了城市的行销 这种独特策展的方式 我们在七月会有一个 专题会专程跟大家分享 不同国家用独特策展方式 呈现艺术会的一些案例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我们的陈静颖理事长 也非常感谢我们的 李怡勋理事 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VV 谢谢大家 谢谢VV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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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